受到地震以及台风的影响 花莲观光业者严重受创后 虽然中央都有推动相关的经济振兴措施 不过花莲县政府也积极的和东南亚旅行业者合作 推出直飞包机 30号上午花莲第五架次的国际包机 由越南胡志明市飞抵花莲 共载有212名的旅客 五天四夜的旅游行程 希望能带动一波观光热潮以及买气 0403强阵与台风重创地方观光 花莲县政府除了寄出振兴方案刺激国旅市场 也积极和东南亚旅行业者合作推出直飞包机 30号上午将近10点半 花莲第五架次的国际包机 由越南胡志明市飞抵花莲 而这一次共载有212名旅客 要五天四夜的旅游行程 今天这一趟从越南飞过来的 这个包机 那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那特别是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际的包机 能够一般一般的来到花莲 那不只是来旅游 能够来真正的融入到我们花莲在地人的生活 那这个是我们在未来观光上面 我们会一起来努力的 那我们期待 除了包机之外 未来能够有定期的航班 能够每一天都来到花莲 都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未来共同要努力的目标跟方向 宪府观光旅游处特地为这一批来自越南的旅客 准备了隆重的迎接仪式 除了特色的迎边舞蹈 观光大使们也拉起了欢迎的红布条 并热情的发送Q版红面鸭玩偶 以及观光文宣 让来自越南游客 立刻感受到花莲的热情好客 看到能够有包机之航到花莲 带了那么多的观光客进来 对我们相当相当大的一个鼓舞 虽然人数不多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正面宣传 对我们花莲绝对绝对的加分 宪府观光处表示 未来将继续推广花莲到日本 韩国及东南亚各国 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汶莱 泰国 以及越南等的国际直航计划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国际旅客 到访花莲 促进花莲旅游产业发展 及国际知名度提升 记者刘明胜 花莲采访报道